百货公司里头又传出有贵姐确诊了 但是人家就问到这家百货公司 他们却没有说实话 这家是新北市的板桥大圆柏 而这个贵姐确诊 她的感染源是来自环南市场上班的婆婆 目前已经匡列了四个员工 筛检都是阴性的 但是昨天大圆柏提前打烊清销 被人家问到的时候 他们却说是例行性的清销 后来被网友痛批怎么不停业呢 员工会置身在染疫的风险当中 而员工的家属也打脸 其实昨天早上就知道有人确诊了 根本是隐匿疫情 照样让百货公司营业 车辆载着消毒器具 沿着百货原行道进行喷洒清销 新北市板桥大圆柏再度大消毒 因为百货内有贵姐确诊 因为它没有公开 所以我们不会知道 我们是晚上看到新闻才知道的 但我们刚刚告知是 今天是我们进行喷洞就会走 对 早上才知道 早上才通知不用上班了 员工们各个人心惶惶 这名贵姐29号身体不适 裁检后为阳性确诊 而她的婆婆就是台北市 淮南市场摊伤确诊案例 婆婆额外匡列五名家人 而贵姐初步匡列四人 筛检都为阴性 她的感染源非常的清楚 她是从淮南市场感染而来 是他们家族感染 但内部消息不透明 有员工忧心忡忡贴出大圆柏照片 写道奉劝各位 最近不要来 甘明贵姐24号25号上班之后 就没再进百货 好在避开周末人潮 原来当天大圆柏还贴文 觉得考虑周到 馆内提早打烊 要扩大清销 对外宣称是例行性消毒 但网友质疑 有确诊还不自主停业 等炮轰 当天早上就有员工家属 得知馆内有确诊 要隐瞒多久牵扯多少人 今天板桥大圆柏的话 会停业一天 自主停业一天 清洁消毒已经执行了三次 已经执行三次了 然后为了给消费者 安心购物的环境 我们也会将我们本馆的 全部的同仁进行快晒一次 就怕失了商誉 大圆柏紧急30号停业一天 也将进行全馆 近千名员工全面筛检 加强清销 就怕感染扩大 砸了百货招牌 三十位代表上王一竹 新北市采访报道